你知道玉金香能开多久吗? 这种美丽的花卉是春季的象征 但它的花期却很短暂 本文将介绍玉金香的生长周期 以及如何延长它的花期 让你的花园更加绚丽多彩 玉金香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它的生长依赖于林晶 也就是地下的肉质球状器官 林晶可以储存养分和水分 为玉金香的生长提供能量 玉金香的生长周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秋季种植一般在11月左右 当土温降到15摄氏度以下时 就可以将林晶种植在土里 深度约为林晶直径的三倍 这时林晶开始发根并萌发鲜芽 但不会出土 这是玉金香的第一个生长高峰期 约30%的生长量在此期完成 冬季休眠 当气温降到5摄氏度以下时 玉金香进入休眠状态 地下部分停止生长 这时林晶需要经历一段低温处理 才能打破休眠 促进花芽分化 春季开花 当气温回升到5摄氏度以上时 玉金香开始复苏 荆叶出土 迅速生长并开花 这是玉金香的第二个生长高峰期 约70%的生长量在此期完成 玉金香的花期一般在3至5月 但花花期5至6天 气候冷凉时可持续10至14天 夏季成熟 当玉金香凋谢后 不要立即剪掉枯萎的荆叶 因为它们还能进行光合作用 为林晶储存养分 等到荆叶完全枯黄后 再将其剪除 并将林晶从土中取出 这时林晶已经成熟 并且会产生一些小林晶 秋季铸藏 将林晶放置在阴凉通风处晾干后 用报纸或网都包好 放在温度10至15摄氏度 湿度60%至70%的环境中铸藏 也可以将阴干后的林晶放在冰箱中冷藏保存 如果你想让你的玉金香开得更久一些 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选择不同品种的玉金香 不同品种的玉金香 有不同的开花时间和持续时间 一般来说 枣花型和单半型的玉金香开得早但不耐久 晚花型和重半型的玉金香开得晚但更持久 你可以选择不同品种的玉金香混合种植 这样就可以延长整个花园的花期 选择合适的位置和土壤 玉金香喜欢充足的阳光和排水良好的沙制壤土 你可以选择一个向阳而且避风的位置种植玉金香 这样可以保证它们得到充分的光照和温度 你也可以在土壤中添加一些腐质质和磷甲肥 以增加土壤的肥力和透气性 适当的浇水和湿肥 玉金香既不耐干旱也不耐水湿 你可以根据土壤的湿度和气温的变化 适时适量的浇水 保持土壤的湿润但不过湿 你也可以在玉金香开花前后 各湿一次磷甲肥 以增强铃金的生长和花朵的色泽 合理地修剪和保护 玉金香开花后 你可以及时剪掉花朵 以防止它们消耗铃金的养分 但是不要剪掉精液 因为它们还能为铃金储存养分 直到它们完全枯黄后再剪除 此外 你还可以用网罩或其他物品遮挡玉金香 以防止它们受到风雨 寒冷 病虫害等的影响 总之 玉金香是一种美丽而短暂的花卉 它的生长周期大约为六个月 其中花期只有几天到几周 如果你想让你的玉金香开得更久一些 你可以选择不同品种的玉金香混合种植 选择合适的位置和土壤 适当的浇水和施肥 合理地修剪和保护 这样 你就可以欣赏到更加绚丽多彩的玉金香花园了 热玉金香 зр热玉金香